美国商务部1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12月份的整体零售额下降1.1% 零售销售的年末下滑与经济学家关于消费者支出在2023年走软 并拖累经济出现同样表现的预测相符 受此影响 美股周三收跌 道指下跌于600点 标普500指数创一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同时 美国科技金融领域的裁员正在不断增加 科技巨头微软公司1月18日表示 计划今年裁员1万人 约占其员工总数的5% 以采取措施应对日趋暗淡的前景 该公司公告称 将在第二季度支付12亿美元的费用 用于遣散费 硬件设备变化 以及整个工作空间中创造更高密度时的租赁合并 而亚马逊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Meta Coinbase等公司裁员总数人 而亚马逊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Meta Coinbase等公司裁员总人数将超过6万人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BIS1月17日发布公告 更新2022年10月7日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出口管制 将澳门纳为管控对象 更新在1月17日当天生效 据BIS公告 2022年10月7日的出口管制政策同样适用于澳门 包括对半导体先进制成 以及设备和超算产品技术出口的外国直接产品准则 相关生产设备的出口限制 美国人相关限制 以及在对华部分外企的暂时豁免许可等 外国直接产品准则主要用于控制美国技术的交易 实质上就是如果产品使用美国技术制造 美国政府都有权阻止其销售 至2022年扩大适用范围 美国直接产品准则主要用于控制美国技术的交易 实质上就是如果产品使用美国技术制造 美国政府都有权阻止其销售 至2022年更扩大适用范围 即使在外国制造 若采用美国技术者同样受限 目的是阻止其他国家超越美国 对此 澳门政府新闻局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白宫与荷兰首相马克·旅特会晤 试图说服荷兰支持美国对中国出口芯片制造技术新限制的努力 荷兰的阿迈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光刻系统的制造商 这使得荷兰成为美国推动对中国实施芯片限制的关键 在旅特访问之前 荷兰贸易大臣利耶·施赖内玛特表示 荷兰正在与欧洲和亚洲盟友协商 而不会自动接受美国商务部去年10月推出的新限制 在美国制裁的影响下 戴尔公司计划在2024年以前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芯片 并通知供应商减少中国制造的产品组件 受戴尔这一决定影响的甚至包括外国芯片制造商 在中国工厂生产的芯片 与此同时 中国国内的芯片销售出现大幅下滑 代表芯片制造行业的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市场2022年11月份的芯片销售额 比前1月下降5.3% 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21.2%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去年9月签署的AB2596法案 自今年生效 根据这项法案 加州将成为全美第一个将农历春节列为法定假日的州 自2023年起的农历春节大年初一 加州政府辖下的公务体系 公立学校都放假一天 纽森表示 加州将这天定为州政府公休日 目的是肯定亚裔美国人让加州文化更多元丰富 也为所有加州人提供一个参与农历新年的机会 德州共和党州参议员近日提出SB147法案 将禁止某些外国个人或实体在德克萨斯州购买 或以其他方式获得不动产的所有权 根据法案的措辞 这些实体包括中国、伊朗、朝鲜或俄罗斯的政府实体 总部设在这些国家的公司或其他实体 或由这些国家的政府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控制的公司或实体 由这些国家的公民个人拥有或其大部分股票或其他所有权利益 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及其他规定 州长阿博特表示自己将签署这项法案 德州议会曾全票通过了 孤星德州基础设施保护法 禁止中国等国的公司在德州关键的基础设施方面 获得合同或签署相关协议 阿博特2021年签署了这项法案 使之成为法律 阿博特2021年签署各位 大、88o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